当女人过了60岁的门槛,很多人可能会思考一个问题,是否还需要男人,这个问题,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答案,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,价值观和情感需求都不同。 从现实的角度讲,有些女人可以不需要男人了,而有些女人却离不开男人,尤其是女人独立自主,有自己的追求与生活方式时,她们并不希望被男人所束缚。 当然,也有些女人认为,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,才更有温暖和幸福的质感。 那么,女人过了60岁,还需要男人吗?三个女人说了实话,一,需要有男人的关心和陪伴。 王女士,62岁,离婚,王女士在年轻时,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,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逐渐淡漠,最终以离婚收场。 离婚后的王女士,一直过着独居生活,她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坚强和独立,可以应对生活中的一切。 她说,我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活,我觉得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。 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长,王女士开始感到孤独和无助,她发现自己在生活中,需要一个男人的陪伴和支持。 她表示,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或者失落,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安慰我或者陪伴我,我会感到很温暖。 尽管曾经在婚姻中受过伤害,但王女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于男人的需求。 她说,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伤痛,现在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关心我,支持我,陪伴我的人。 二,需要找个依靠。 张女士,60岁,离婚后一直单身,张女士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。 她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,不喜欢被任何人束缚。 之前,她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,但由于感情不合而分开了,后来一直没有找对象。 不过,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开始感到孤独和无助。 她说,我有很多朋友和同事,但当我有时候会感到很孤单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。 在这种情况下,张女士开始重新考虑恋爱结婚。 她表示,我发现自己需要一个理解我内心世界的人,一个可以和我分享生活的人。 我不需要她做什么,只需要她在身边。 她意识到,到了这个年纪,她已经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,而是需要一个能够相互理解,相互支持的伴侣。 三,需要和男人相依相伴。 李女士,65岁,已婚。 李女士一直认为自己很幸福,因为她有一个温柔体贴的丈夫。 在她看来,丈夫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她说,我丈夫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,她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和幸福。 也因此,李女士更加珍惜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。 她说,我发现自己在情感上更加依赖我的丈夫,我希望能够和她一起度过余生。 她认为,到了这个年纪,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和关爱变得更加重要。 她希望能够与丈夫,共同度过每一天,一起经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,相伴到老。 总结来说,通过这三个女人的情感经历,可以看到不同的女人,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。 但大部分女人都需要男人,她们希望和男人在一起,得到更多的关心和伴,或是找个依靠,以及和男人相伴到老。 当然,也有些女人不需要男人,她们可以独立生活,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。 其实,在这个问题上,并没有对错之分。 每个人,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需求和生活经历,做出自己的选择。 重要的是,要保持积极,健康的心态和生活态度。 无论是否需要男人,女人都应该保持积极,有意义的生活方式,以及生活和情感态度。 如此,女人才能够拥有一个快乐,充实,有意义的晚年生活。 最后,希望现实中的男女,都要学会珍惜身边的人,以此获得稳稳的幸福。 婚姻这条路,彼此都能够从一而终是一种幸运,但半路分道扬镳的人,也不在少数。 有的人在分开以后,可能会对婚姻失望,认为往后余生自己过,也是一件不错的事,不会再刻意去抢求什么。 但还有的人,一次失败以后,并不会怀疑自己,或者怀疑婚姻本身,依旧会打起精神,继续行走在同别人建立婚姻的道路上。 并且,这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,在任何的年纪,任何人都有重新追逐婚姻的权利。 其实一切不过就是看个人的心态和行动而已,人老了,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依靠。 这个话题彻底分清了讲,老了以后的依靠,无非来自三方面,要么依靠自己,要么依靠身边的老伴,再要么就是依靠孩子。 有些老人,他们可能比较幸运,任何一种依靠都指望得上,就看自己的心境,想要选择哪种而已,不过普遍情况下,自己能够依靠的话,绝大多数人都还是依靠自己。 但有些老人,就没这么好的运气,也没这么好的命,靠自己不行,靠孩子不行,靠另外一半同样不行,这个时候就只能去自寻出路。 我认识一个奶奶,她就是在62岁的时候再婚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,她的老伴去世已经好些年,她没退休工资,也没买社保。 人到中年的儿子不争气,因为自己好赌妻离子散,婚姻早就名存实亡,手里也没什么钱,基本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,还需要老人给她拿生活费,她再婚就是寻求一个依靠,也不要求很多的东西,她不过是希望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。 两个人在60岁后组成新的家庭,反正他们各自都有自己想要的利益,对方希望找一个勤快的人,能够照顾一下自己,收拾一下家,刚好她符合,身体健康,做事也利落,见过两次面以后,他们就领证结婚了。 人老了以后的孤独,和年轻的时候有着很大的不同,因为年轻时候的独处,完全是一种有选择的行为,生活中。 我听到不少的年轻人感慨说,自己不害怕孤独,因为有社交恐惧症,平时就喜欢一个人待着,于是他们把这种心境带入老了以后的孤独,认为自己这辈子就算没有另一半,没有孩子,老了以后还是能够适应,这种想法。 其实有着很大的年龄局限性,因为当你正当年轻,你的身体也健康,你想去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去的,不管是待在家里,还是出去玩,都看你自己的意愿而已。 事实上,多数人都还是需要出去走动的,真的长期一个人待着,思想绝对会变得消极。 但老了以后,你的孤独没法选择,你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你去更多的地方,你被困住了。 此时,你与外界的联系随着年龄的增长,正在逐步被割断,这种孤独,同年轻时的独处完全不在一个级别,所以,你会发现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一直担着,可能反而年老一些后,想要找一个人,一起搭个半过日子。 我前段时间看老年相亲节目,一个老人64岁出来相亲,实际上,他在接近50岁的时候,老公就已经去世,原本这些年一直没有在找,他把孩子带大,再帮忙带孙子,直到后来,孩子们不再需要他。 他的生活一下子空虚下来,有一天,他感冒了,在床上躺了一天,醒来的时候,外面都已经天黑了,他突然心中一阵感伤。 想着这个时候,要是有人给自己滴杯水,或者说句话,该多好啊?于是,感冒好了以后,他就赶紧报了名出来相亲,希望找到一个和自己想法差不多的,能够彼此依靠的另一半。 你可不要以为爱情两个字,纯粹是年轻人的专属,真正的恋爱脑,基本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,而是在各个年龄阶段都会存在。 所以,追逐爱情这样的事,要是发生在年纪稍大的人中间,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,不必过于吃惊,或者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,难道年龄大了,就不能有自己的追求了吗? 这道理不是这样论的,我看的老年相亲节目里,总是隔两期就会出现一个追求爱情的老人,普遍情况下,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特征,拥有不错的经济基础,丰厚的退休工资,衣食无忧。 所以,他们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,就绝对不会只要求是合适,还要讲演员,讲喜欢的类型,讲心动的感觉。 遇到心仪的对象,也很是注重仪式感,不过,这种情况,往往也是比较难以找到的。 不管在什么年纪,爱情相对而言都是奢侈品,可能只看到这样一句话,你会感觉有点莫名其妙,什么叫? 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,通俗来说就是,在有些人的观念里面,爱情如同吃饭喝水一样,必须要存在着,没爱情不能活。 这种观念,不可能被轻易说服,也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,有任何的更改。 感谢观看